好然后啊下面咱们就来进入到咱们今天这节课的一个重点啊 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这个机器学习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可以听说过就是想必大家肯定是听说过了 机器学习啊现在是格外的火吧 无论是从这个工资待遇以及呢 它这个逼格或者说它应用的角度来说 都是蛮有前途蛮有发展的吧 也是呢越来越多的人啊开始转行到咱们这个人工智能 以及机器学习这个领域当中来了 那么现在咱们就来说一下咱们这个机器学习啊 都能应用到哪些层面上呢 我们看咱们的机器学习 这有个小机器人周围呢 它是包含了一些东西吧 这些东西可能大家没有实习 不熟悉啊咱们就来通俗来说一说 数据挖掘就是说对于一份数据来之后 哪些是有信息的东西 哪些是没信息的东西 比如说假设说我现在是一个网易的手游的一个经理啊 我就是木玩戏游那个手游的经理 我就想让我的团队帮我挖掘一下 什么样的用户可能流失 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挖掘呢 我之前玩这些手游啊都绝了 这帮这帮客户经理啊 经常只要我只要不充钱了 立马就给你打电话 他们这个挖掘啊挖掘的特别特别准 那么你们说他们是后台有一个人在那人工的去看你玩没玩 还是通过这些大规模的一个机器学义算法去分析 你这个人他可不可能流失 然后给你一些优惠活动呢 肯定是有算法的吧 所以说这些游戏里吧 他有很多的机器学义算法 来挖掘你用户可不可能流失 你可能流失呢 他给你一个充值大底包 给你一个回味大底包 都是有可能的吧 还有啊在计算机视觉 比如说现在这个B格比较高的 B格比较高的那个叫什么 叫那个无人加尔汽车 特斯拉现在做的不也是还凑合吗 这个无人加尔汽车啊 这个无人加尔汽车啊 它是怎么样做的 它是不是说它要实时的进行一个检测的任务啊 就要看一下车前面是不是有拖拉机 是不是有汽车 有没有摩托车 那么这些啊就是计算机视觉这个领域了 在这个领域当中呢 它也是通过机器学习来做的 那么同样语音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 还有这个统计学习 以及模式识别啊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东西 这些呢都是咱们机器学习可以做的 那么最重要一点什么 最重要一点还是机器学习 本身B格比较高啊 工资的待遇是非常不错的 基本上要超出咱们其他啊 同行业的一些传统岗位啊 要比他们高一些 那么为什么说只是单单的一个工资高吗 还有啊就是一个核心竞争力的问题了 咱们可以想一想 就是说从事一些传统传统行业啊 比方说 这里啊我们就我绝对没有任何讽刺意啊 绝对绝对没有任何其他意思啊 只是给大家举举例子啊 比如说你做一些APP的开发啊 网站的开发啊 但是大家来想一想 这些做的人多不多啊 咱们自学成才的 排训机构出来的 还有各种学校出来的 做这方面简直太多太多了 就是互联网IT这种培训啊 遍地都开花 但是呢 机器学习的培训 基本上很少很少吧 所以说从一个竞争角来说 机器学习要比他们竞争更容易一些 做的人少 相对来说 对咱们还是有利的 咱们希望公司是非常非常缺人才的 这样咱们才能把工资要的更高一些嘛 然后呢 咱们来说一下 这个机器学习 它是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咱们把这个东西啊 分成两部分 首先第一部分是这个机器 第二部分是这个学习 机器啊 就是说咱们接下来要做的是 用一个计算机来做 并不是咱们人类去做这个事 要让咱们的电脑 帮助咱们进行一系列的工作 那我想 假设说我现在给我电脑一个需求 你去给我做一个推荐吧 你什么样的人 你看他喜好 能够推荐东西 那么机器怎么样才能够去 才能够去推荐这个东西呢 机器为什么就能够帮助咱们推荐这个东西啊 那么机器跟咱们来说是一样的 它也要进行一个学习啊 咱们人类为什么今天这么牛皮啊 能够站在食物链底端啊 因为咱们人类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嘛 我们天生就会打游戏 就会上网吗 都不会吧 咱们都是靠后天的一个学习啊 所以说要让机器帮助咱们进行一系列的事 这个学习啊 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机器来说 它是学什么 机器它学的就是数据 什么叫数据呢 比如说这里咱们举了一个例子 它是一个训练样本 假设说啊 我现在想做一个这样一事 我想看一个新闻 它是体育类的 还是非体育类的 就做这样一个简单的东西 我想让机器啊 帮我去做一个决策 那首先我就得告诉这个机器 什么样的东西 它是体育类的 什么样的东西 它不是体育类的 我需要明确的告诉计算机 什么样是什么 好让它能进行一个学习吧 那么这是咱们的第一步 咱们需要有一个训练的样本 有训练样本就完了吗 计算机能够认识你一堆数字吗 比如说咱们体育类的 是报道了一下的 今年NBA比赛 然后这个 咱们这个 韦斯布鲁克啊 又拿到了一个大三双 那么计算机能认识这些东西吗 它显然是不认识的吧 所以说 咱们还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工的阶段 咱们要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 就是说 把咱们人类能够理解的信息 转换成计算机能够提取的信息 我们要把这个训练数据转换成一个计算机认识的东西 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也就是说 大家可能听过一些比较高端的职业 叫什么 数据科学家 机器学习科学家 那么这些科学家 它强在哪里呢 绝对不是他们写代码能力比咱们强 就是说 他们为什么要科学家 因为他们一份数据 一个需求拿过来之后 一看这个数据 他就知道我怎么样提这个特征 才能让这个机器做得更好 所以说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咱们特征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提取 提取完特征之后啊 咱们做了好多事啊 现在计算机终于能够认识这个东西了吧 能够认识这个东西之后 我接来 我就得让它实际的去学吧 比如说 我现在 咱们现在有两类东西 对于这个体育类的 它是红色的这些点 对于非体育类的 它是蓝色的这些点 我现在就得让计算机知道 属于哪边的是体育类的 属于哪边是非体育类的 那么也就是说 相当于咱们要做这样一个决策的边界 在边界的左边和右边呢 分别是咱们的一个需求吧 也就是说 咱们要预测的一个结果吧 那么咱们就要进行一个建模的工作 这个建模的工作呢 就相当于 咱们画了一条这样的线 这条线应该怎么样画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机器学习算法 帮助咱们建立的一个模型 那么有了模型之后啊 就是说这条线该怎么样画之后呢 再有新的数据来了之后 再有新数据 比方说 一个新的数据说了一下啊 今天咱们NBA选秀啊 它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计算机把它提完特征之后 拿到这个决策边界里边 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来 它是属于蓝色的 那么就给它划分到了一个体育类吧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机器学习 从流程的角度来说 是怎么样帮助咱们完成这些任务的 好 然后啊 咱们再来说一下 咱们这个课程当中啊 会涉及到的一些东西啊 可能大家刚才在看大纲的时候啊 注意到了 咱们有一些单词啊 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难理解的东西 那么这些是什么 NANTI PANDAS MATPLOT SKLEAR 这些啊 就是咱们接下来的 要使用的一些工具了 这些工具呢 咱们一个一个 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NANTI PANDAS MATPLOT SKLEAR NANTI PANDAS MATPLOT SKLEAR 它封装了很多的科学计算的库啊 就是说科学计算库啊 在咱们这里就相当于是一个 矩阵的操作了 咱们来想一想一份数据 它是由数据和特征组成的吧 那么对于一个数据和特征来说 它是不是一个行和列呀 行和列咱们就可以用矩阵来进行表示啊 咱们就可以通过 NANTI PANDAS对矩阵的一些操作 来去玩这个数据 PANDAS PANDAS啊 其实来说 它是又把NANTI PANDAS进行了一个升级 很多数据处理的问题 比方说缺失值怎么处理 字符值怎么处理 如果说啊 大家不用这些工具 咱们是不是要一行代码 接着一行代码去写呀 这样来说好像有些麻烦吧 那么咱们可以用这样一款非常强大的工具 叫做PANDAS 用PANDAS呢 可以帮助咱们很便利的完成这些数据分析和处理的工作的 第三个Metplot Metplot就是说 当咱们在分析的时候 是不是说我拿一个表格出来 看起来并不是很直观啊 那我把它可视化的 用一图表展示出来 它的效果是不是就更好了一些了呢 Metplot可以帮助咱们进行很多的一个画图的操作的 最后呢 这个SKLearn SKLearn就相当于咱们这个课程的一个核武器了 这个SKLearn里边 它底边封装了很多咱们机器学习的算法 也就是说呢 对于回归算法啊 决策术啊 随机森林啊 这些算法 咱们都是可以通过这个SKLearn 帮助咱们实现出来的 用SKLearn只需要简简单单几行代码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模型给它构建出来 咱们可以帮助咱们的项目